得心幼儿园小朋友手拿彩球 用软萌的声音与可爱的舞蹈 带来热闹的表演 还有公妈Play Young 阿公阿嬷们用活力四射的舞蹈 为现场增添欢乐气氛 大同区公所举办新春辉豪迎龙年活动 现场大同区多位里长与贵宾都到场参加 区长还准备金元宝发送给民众和小朋友 让大家沾沾喜气 并率领公所客室主管 感谢里长们过去一年来的协助 并祝大家新年快乐 那未来一年是金融年 也期待大家持续来帮忙我们 尤其是里长 这一块对我们的帮忙胜大 所以我们是来跟大家拜个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除了以往邀请了数法家之外 那今年最大的特点 我们除了邀请得心幼儿园的小朋友之外 我们还有瓜人里的公妈回样 那最主要是要凸显 我们大同是一个圆农的大同 从四岁到九十二岁 大家都开开心心的过新年 那特别我们今天又邀请了新著名的朋友 来分享我们柬埔寨的春年跟一些食物 最主要是带给我们大同区的区民 一个金融年一个不同的新年 来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周一翔他是一个身心障碍的朋友 那每年我们都会邀请周一翔天才画家 他所创作的春年是一直大家 我们和属机关跟市民所最喜欢的一个春年 所以我们今年一样邀请周一翔 来替大家来写一个福气春年 分享给大家过得一个快乐的新年 活动邀请中国书法馆李清河馆长团队 以及徐景黄书法老师现场辉豪 同时也邀请天才书画家周一翔 创作各式龙年插花春联 吸引许多民众前来索取 并且邀请柬埔寨新住民 分享柬埔寨过年习俗 像是过年回报粽子 还有教民众柬埔寨雨的新年快乐 促进台检文化交流 大家好 我来自柬埔寨潘喜林 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柬埔寨的过年 其实柬埔寨的过年跟台湾 我们华人的过年不太一样 柬埔寨的过年大家如果有听说泼水节 其实我们的过年也是泼水 有泼水然后要吃什么呢 很多人都一直问我 你们节目在过年吃什么 其实我们过年过节都会包粽子 每家每户都会包粽子 然后粽子吃了代表什么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粽子是长长的 是代表长命百岁或者是长长久久的意思 吃了就会让你长命百岁的意思 新的一年这样 然后里面是包什么 里面是包猪肉粽 还有黄黄的是糯米 那个绿豆仁还有糯米 然后外面是包芭蕉叶 台湾这边应该是用竹子叶 我们是用芭蕉叶这样来包 然后是咸的 然后另外一种也是糖条 它是甜的 里面是包芭蕉 民众如果进来到我们的摊物的话 就会说出我们小小的游戏 就说出新年快乐点简不再话 那我在镜头面前就教大家新年快乐的简不再哦 大家只要说出新年快乐 就是可以领到我们的精品小礼物就是中子或者是我们大同区准备的小小的礼物这样 大同区公所借由每年举办新春辉豪活动 弘扬书法文化 并邀请长者与小朋友表演 让大家欢聚一堂为即将到来的农历春节 增添喜气与祝福 祝福大家农眠心大意 记者离习会台北报道